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峰 那最近很多粉丝我峰哥想来日本打工 看就是网上博主说日本打工不挣钱 我和大家说你出国打工选单子很重要 找劳务公司选单子很重要 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样的单子才算好单子 那我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张张眼 什么样的单子才算好单子 再就是什么 你出国打工你要找靠谱的劳务公司 有一些坑人的劳务公司 他这个单子他弄虚作假 你看着他是好单子 其实呢他这个单子是假的 这种如果你选了之后 最后也是相当受骗 我给粉丝选的单子 每个月到手来日本打工 基本上每个月到手都是一万人民币以上 都是净盛的钱 扣除水电房租 厚生年金 全都扣除了人家净盛的钱 我给大家看看啥样的单子才算好单子 大家看没看到刚才我给大家看的单子 上边那个黄色的数字 黄色的数字 就是人家一个月净到手的钱 大家看看一个月净到手多少钱 二十二三万 二十三万九 二十三万九的工资 还有这个日本本田汽车的单子 大家看到了吗 有多挣钱 所以说你来日本打工 每个月净到手 二十二万到二十五万 这是净盛的钱 你为啥说你来日本打工 你不挣钱 你不会选单子 你选的单子不行 再就是你找的劳务公司也不行 我切切日子粉丝 还有选的别的单子 全都是挣钱的单子 全都是我给他们选的 所以说选单子很重要 找劳务公司选单子很重要 你来日本打工不挣钱 就是证明你的劳务公司不行 再就是你选的单子也不行 大家明白了吧 再就是来日本打工 并不是说所有的单子都挣钱 你就包括我出国的劳务公司 他有的单子也不挣钱 有的单子也是狗屁不是 他有的单子比较好 有的单子也是不行的 大家明白吧 哈喽朋友们 我是在日本打工拿风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想了解的 可以在平台评论圈里边给我留言 或者私信给我们下期见 拜拜